店鋁打开里面是一只热腾腾的青蛙 民众吓一跳 难道又是暗黑料理 业者把青蛙拿在手上 翻面后已经清理完成 肚子内塞满蒜头 蒸完大功告成 另一边还有师傅煮面 最后把青蛙放到碗上 四肢撑开 青蛙拉面端上桌 吃这个良骨的也很好 铲后吃也很好 会剩下分泌已知 有点害怕 因为一般看到都不会是全食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 要完全的样貌 青蛙拉面有人没在怕习以为常 有人看了坦言 视觉上还是很冲击 业者说青蛙要够大只才符合标准 每天只限量六碗 晚来还吃不到 大部分人都觉得叫我不要做这种事情 怎么说 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太可怕了 对 青蛙入菜 业者说是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 不少人都被长辈骗过 说是田鸡吃下肚 才知道是青蛙 有别于热炒店 拉面店把整只完整的放在碗上 跟大王巨族虫拉面 互别苗头 吃青蛙在云林行之有年 北港朝天宫附近 有间营业超过二十年的小吃店 整只青蛙放进油锅 高温油炸 酥脆起锅 再放进高汤煮 还有红烧 清汤 两种口味可以选择 肉一层比 没较吃 雞肉 很油漏的 很油漏的 云林是农业之都 五六零年代 务农人家经常拿青蛙来补充蛋白质 一路流传成了特色小吃 吸引不少外地人挑战味蕾 TVBS新闻张崇敏云林场报导